美商铺利益 歷經金融海嘯,景氣酷寒, 到現在機會在望, 在經營環境巨變的時刻, 哪些企業能通過上千位 專家與同業的肯定脫穎而出, 成為台灣企業的新標竿? 記著我去年講, 只要我們有心的話, 再怎麼樣困難, 我們應該都可以度過。 我今天很高興的看到, 台湾大多数的企业 尤其是所有得奖的企业 都是用一个非常稳健 很踏实的脚步 继续用非常坚毅的实力 和自信 来逐步实践我们企业的厌警 我们从过去两年的金融风暴里面 我们大家都能够肯定的 就是企业唯有在诚信专业 以及创新的理念之下 才能够健全地扎根 也才能够更有前瞻性地去开创新局 今年颁奖会场精心重现棋楼场景 棋楼是古代生意人的发展原地 也呼应今年天下标杆企业 重回管理重返典范的精神 我们必须要在国际贸易的通道上 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除了政府的政策之外 我想最最重要的就是企业 而企业里面可能最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标杆企业 2010年标杆企业出炉 榜单中有不少熟面孔 例如台积电已经连续16年都入选标杆企业 而鸿海精密工业重登电脑产业标杆 蝉联金控龙头的富邦金控 在两岸签订ECFA后 积极进入大陆金融市场 中刚今年也重回前十名 并且积极扩大对中国东南亚的布局 展开国际化行业 在这个一年多以来 台积电的策略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转变 我们是更为积极的 要增加我们的富家价值 同时也是增加我们的成长 我希望以后几年还会陆续的再唱高峰 那么钢铁业其实是一个很竞争的行业 尤其面对大陆 那么现在是节能减碳的时代 那么我们中钢也不能完全 都考虑这个量的部分 现在也是要朝高品质的方向去发展 或者后进钢铁像大陆的钢厂 马上就赶上来 天下杂志持续16年 进行台湾最佳声望标杆企业调查 今年跨产业涵盖22个行业 许多受奖企业都不约而同认为 每年天下杂志所做的标杆评选 就像是一份企业体的健康检查报告 非常感谢这个天下杂志每年都给我们一张健康检查表 那我们知道一下说我们哪个地方呢 做得还不错 但是哪个地方呢还是可以有改善的空间 那今天的主题又是怎么样回归管理的基本面 而事情要能够做得好呢 其实是公司上上下下的同能去完成的 尤其最庞大的族群用率最多的 事实上是基层的员工 花期五千名在这里的员工 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台湾人 我们在这个土地上跟大家一起怒 希望也本持着天下杂志向上提升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 共同为我们的标杆企业树立典范 共同为我们的社会共同努力 许多标杆企业的成功关键都证明了 企业伟大处就在管理的细节 台湾企业要在国际舞台上站稳 除了靠成本 弹性 速度与创新之外 重回管理基本功 才是迈向世界一流企业最稳固的基石